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讽刺 挖苦 嘲笑 第二 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的感情 第三 不要去谈论人家政权的合法性 第四 不要随便跟中国联系 你们觉得我这几条水平 第五 不许笑 那我刚才在干什么 你就在笑着说了 毕竟不是中国的事 但是确实我怎么会像做媒体的人 要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个感觉 朝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每次说到它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点 其实到底是什么呢 又没什么 但是我又老觉得 这个事不能随便说 但是到底就是这个尺寸哪到哪 我是真闹不清 咱们还是先看看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孔沁东来 就我们好久没见的老朋友 让他来 他了解朝鲜 而且他尺寸把握的好 人家要向你提出抗议了 为什么呢 老孔 他喜欢讲朝鲜吗 他也散场 但是咱们先看看这个近期的新闻照片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现在媒体上出来的 全家福了 当年的全家福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是现在这个 朝鲜人民 哭天抢地的朝鲜人民 再看下一张 这张徐老师 你作为张爱玲专家 你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么一个错位的联想 太奇怪了 这是张爱玲 1994年的时候 你注意他拿那个报纸啊 主席金日成 作促世 也是促世啊 这个是1994年 张爱玲在因为这个对照记获奖 那一天呢 他特意去照相馆 去照这么一张相 然后为了表明那个日期啊 他就拿了当天的那个 当地的华文报纸 他应该是在洛山基 拿这个华文报纸 那么他为什么要照这么一个相 这个报纸对他 金日成对他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纯粹是一个时间就表示啊 告诉大家 我还活着 对 所以张爱玲留这么一个照片 证明这一天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隐居着 谁也见不到他 对 所以他就说明这个 这个是 这就现在 我在这个时间 我这个人还活着 有点像这个 有人被恐怖分子绑架以后 拍张照 就拿一张纽约时报放在那边 证明这张照片不是以前伪造的 但当时张爱玲的样子啊 就是问题是因为没有几个人见过他 所以当时呢 你看到张爱玲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一下子联想起来 以前我们常见到他年轻那个模样 你甚至可以怀疑 这是张爱玲吗 没错 我觉得这是杜拉斯啊 对啊 太不像张爱玲了 老年杜拉斯找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那个年轻小伙子 当时就说我爱你 我爱你这张宝经沧桑的脸 他呢其实一直非常 自爱 也不大拿照片 也拿出来也是以前的 他突然拿出一张这样的照片 别的很多人看 因为当时湖南城啊 你看湖南城晚年啊 鹤发童颜 这个 还不错 他们还那么崇拜他 他们不是讲金正日吗 怎么都 这个照片是你拿出来 照片是你拿出来 我说我们有很多联想 文道兄 这个金正日的消息 死讯从昨天传出 你能想到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感悟是什么 我就首先看到就是那些人 朝鲜人啊 他们哭 然后呢外面的记者访问 然后他们说 你怎么能够这么丢下我们呢 然后说他们永远感谢他 然后我就想起来 其实94年的时候啊 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当时大家也是这样 那时候哭得还厉害 我还看过一本书 就描写当时一些从朝鲜跑出来人回忆 那个时候啊 说他们有的小学中学 全体师生 要到城市中心的广场 要连续哭十天 上午九点哭到下午五点 那哭到后来呢 其实很多人呢 哭不出来了吗 真的是 那怎么办 就拿口水沾沾眼睛 然后就哭了 就是反正每天都有人晕倒 那当然你这么说 好像很多人就会说 这是假哭吧 但是其实我又能够理解啊 那种真实的感情 我这个最近看徐老师新出的这个书啊 里边也讲到当年这个领袖过世的时候哭 据我小的时候的回忆啊 这个哭啊 懂事的大人们绝大多数都是真哭 但是像我是小孩反而不一定 像小学的那个小孩啊 我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我还记得 因为看见这个校长啊 老师啊都在哭 都在哭呢 一帮子小孩啊 就互相就不哭不行啊 我们班女同学好像是真哭 男同学我怎么知道是假哭呢 因为我这么一边哭一边看别人 我发现他们也别人 真这么看我呢 那小时候就不懂事 那天是下午三点多钟 我这个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个时刻 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接近我的艺术高峰了 什么艺术高峰 我小时候一直盼望自己做一个男高音歌唱家 然后呢一直唱歌 唱到终于有一天 我在我们厂的这个文工团 不知道什么 我忘了排练那个长征组歌 我被赋予重任领唱 红军不怕眼睁男 贾思俊的男高音 这过去几百年不了解 你有这个词 对对 我那个时候呢 自己判断不了我是中英还是高音 后来他们说你可以上 连中英高音都判得不出来 这居然还能叫艺术高峰 对对 我有时候我也学马国光 但是我学贾思俊 他们说更好 正好在唱 派定我这个角色了 突然就进来工会的干部 我记得印象非常好 跑进来拿了一个收音机 说有一个重要广播 你们听一下 听完了以后继续排列 好了 那就放在那里 大家先等了一会儿 然后等到大概是三点吧 我记得三点 然后他一波 他一波一个强调 就是说几个重要的机构的名字 一读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就知道我那个歌唱不下去了 没得唱了 接下来就全部默哀 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 他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周恩来 朱德 已经几次 你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到这个规格了 一些老工人 钢铁厂 你知道我在钢铁厂 一些老工人就冲进来了 哎呀 主席你不能走 我跟你讲 百分之百他们是真实的 绝对不是表演 就是眼泪 因为你想工人 他就觉得他整个生命是革命 是给的 然后也有一些人 因为你知道哭这个东西 你像演唱会一样 很多人一掉眼泪 旁边的人也会自然掉眼泪 连我也觉得要眼泪狂了 但是我还是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 我说我怎么就觉得 真对不起 您是很伟大 可是现在 我到今天还是坚持这个想法 要是他多活几年的话 我们中国的局势 不知道该怎么发展了 对有可能就四人帮 但是事后 有很多人告诉我 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想法 可是当时 你完全不知道 怎么敢讲 因为你只觉得周围的人 全在一片哭声 你就觉得你自己 哎呀 我是不是不对了 我就不去这样想他 我当然没有像那些人 那么哭天抢地 但是我看到他们哭天抢地的 是真实的 徐老师还是比我年龄大 对 我那个时候是才 大概八九岁 八九岁的小孩啊 就像隔了一层玻璃 你知道吗 看着这个所有的成年人 哎呦 那真是哭天抢地 你看 但是呢 好像跟那个 有点枉然 你知道吗 当然我必须讲啊 徐老师 这个朝鲜跟中国 毕竟还是完全不一样 对 不说别的不一样 我就发现语言 这个语言呢 既是桥梁 也是围墙 这个语言 你比如说啊 我对朝鲜的 有些语言有点陌生 我今天在央视 看他们那个采访 街头的那个 就是一边哭 一边说啊 他有他的很多词 跟咱们就不一样 我就发现呢 你看啊 他这个中国人 不会这么表达 对领袖的这个哀哭 他我看到一个朝鲜的 一个人就在记者镜头前面 就哭啊 说领袖走了什么的 说他就是坚持原则呀 他一辈子坚持原则 他这个坚持原则 为了这个 我就发现他 你看这个我就不太理解 他就会觉得说坚持原则 是一个让他 坚持什么原则 这因为语言的隔阂 我也那么太明白 就是他坚持原则 但我看到有一点非常相似 就是哭得最厉害的 都是中年老年人 这点非常 当然女的哭得会比较多 但是就是五十来岁上下 甚至年纪更大的人 这个哭得比年轻人要厉害 这个我觉得中国跟朝鲜 这个蛮相似的 我的回忆当中 就是年纪大的人 而且呢 就是我还想谈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再讲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 道兄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纪录片拍的是什么呢 是美国不是有一个 不是 其实不是美国 是世界线的一个国际救援组织 专门帮人医眼睛的 那个奥比斯嘛 你知道那个飞机吗 也来常来中国 对不对 一帮眼科医生 摘出白内障什么 对 到处帮人表演 收到他们的信封 对 他们也去过朝鲜 你知道吗 就曾经去过朝鲜 然后当时呢 是正好是美朝关系 比较好的那个时期 就是90年代 克林顿时期 然后当时呢 他们就还让美国记者 去拍那个过程 结果拍出来的东西 后来美国那些记者 都非常困惑 有一个镜头 困惑什么呢 就那些医生 护士 全是外国人 好像也看到一些华人在里面 一些华人医生 那是国际组织嘛 去帮那些朝鲜人 把那个眼睛弄好 好多朝鲜人 就十几年不见天日 哎呀 突然眼睛好了 好高兴 你知道当时他们干什么吗 每个眼睛医好了之后 他们起来 拔了那个纱布 他不是感谢医生护士 他们一起冲向那个礼堂 对着金日成 跟金正日的照片痛哭 感谢 感谢主席 感谢领袖 你让我们回复光明 那些记者就傻住了 就说 这明明这医护人员 给你们弄好 你们怎么 这是什么反应 没有领袖安排 你们能来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个 后来我就想到 这像什么 这有点像是 其实美国人自己想想 自己日常用语 就能够了解这个心理 美国人是叫 Face God 就比如说很简单 我考试 政治的宗教考 考上了 一个大学教授 看给我面试了 愿意给我全额奖学金了 我出来 Face God 感谢上帝 就 你等于是 是这样的状态理解 你就能够明白 那种所谓感情 感谢是怎么回事 就我觉得朝鲜人 或者世界上很多时期 很多国家人 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 就他每次要讲感谢什么 感恩什么 那个感谢跟感恩 就必然联系到一个固定的对象 无论任何事 就包括家里人 吃年夜饭 今晚加了个菜 我们感谢主席啊 什么 也会这样吗 就是如神一般敬仰 是吧 就是 但是如神一般敬仰呢 让外界的人看起来啊 你就会神加密 就会觉得特别神秘 而且呢 你说 而且呢 这个还有一个特征 你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啊 信息不能过多的纰漏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比如说啊 咱们站在外界的媒体上了解 我就跟你讲 过去我们做这个 关于朝鲜的节目啊 你看今天 金正日是哪出生的 你都不太清楚 有一种 照他公开的说法呢 他是什么 2月16号还是 什么个难民营啊 一个朝鲜的 一个什么地方 可是另外的说法呢 是出生在俄罗斯 对 难民营 对啊 包括呢 他到底 比如说 这个金正恩 当年我做这个文韬判案的时候 讲金正恩 一直是在讲金正云 金正云 我倒是 对啊 我倒是讲 我说现在 他的名字 不叫金正云啊 就叫金正云 可今天我知道 他叫金正恩 这是去年才公布的 而且说多大岁数 不准确 外界一般就说 80后 那这是80后啊 说27 28 你都 全世界最与时俱进的国家了 80后做领袖 是吗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了吗 80后做领袖 有有有 但是 他最年轻 好像现在也有一个 也有两个80后 一个是哪一个岛国 然后不单国王也是80后 对 没算 刚结婚嘛 对 但是这个有点不一样 他唯一打破记录的 他是全世界 可能是尤其以来 最年轻的大将 也就是上将 金大将 金大将 然后呢 但是他这个年纪方面啊 就跟朝鲜很多事情一样 那种神秘是很奇怪的 你比如说我发现 由于这个国家太神秘 乃至于外界 很多关于他的研究 包括一些很名牌的大学教授 他们说出来的话 你觉得都像八卦杂志上的留言 我那天才看到很多一些 著名的教授的一些专家学者说 说他这个出生日期啊 呃 原来都以为是1930嘛 不不 1980 可能1981 但是现在朝鲜官方是说是1982 那后来他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又琢磨出来 1982是有玄机的 因为1982 如果他是1982生 明年他是30岁 这什么日子呢 明年是他爷爷100岁名单 对对对 是他爸爸70岁生日 对对对 那这 这样子三代下来呢 这个数字很神圣 对对对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 呃 他这个样子啊 人家说他越长越像他爷爷 是是是 那外界呢 有些专家 和代遗传呢 对 不很多人说 他是不是整容 怎么想像他爷爷 是是是 增加这个政权合法性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神秘到一个程度 就是你所有关于他的分析研究 听起来都像闹笑话一样 韩国的朝鲜日报 呃声称 引证这个朝鲜的内部文件的说法 说金大将三岁就会开枪 九岁能够随时击中移动目标 六岁能开大卡车 还是几岁 就是说而且就是走过一个倾斜的这个这个弯道 你你听起来真的像是八卦杂志一样的 这个才 但但真的因为当年啊 就他爷爷死的时候啊 就金金日成主席去世 这个主席很重要 因为只有他叫主席吗 他是永远主席 金日成主席去世的时候啊 当时朝鲜的电视台甚至发布过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怎么样 老百姓们要是好好哭 这几天哭好了 哭得感动了 说不定他会回来的 哎呦我天呐 不过那么多的神秘哈 这一次金正日吧 就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不神秘了 而且跟我一下子就有关系了 他是心脏病去世的 没错 我就想讲讲 学老师 一下子我觉得就是肉身啊 跟我都很相似的嘛 没错我觉得真正跟全人类有关系的是这件事 为什么我要讲 你们再神秘 这还是心脏病嘛 对啊 就在在在专列上 这个东西真是来无影去无踪 你知道啊 呃徐老师当年 我一下觉得跟他同志感 徐老师当年装支架的时候 还专门跟我分享过这个心 我们心脏病的心得 别提最近心痛死了 他说呀 他说这个至少有一件事好 就是说啊 要过去啊 一下就过去了 他不像癌症 癌症很痛苦很折磨 对吧 这个心梗啊 因为最近咱们公司的一位这个司机师傅 我刚才路上跟他聊 他也是匆匆赶回家呀 老爹 我跟你 为什么我要提醒你们啊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有过经历了 就是说啊 呃 上一定岁数的人 你像他是69吧 金正日啊 往往啊 呃 你看这个老人出事 恰巧都是在医院 为什么 就说明他之前两三天 已经有点 野战车 对 他是在他的专列上 因为金正日听说呀 就是不不坐飞机 为了安全 就是他火车里边等于也是他的医院 是这样是不是啊 他里边都能抢救 那人家首长肯定 医疗小组 这就超过一般医院的水平了 但是即便那样 也真的没辙 就是说你像我们这司机 他这父亲 就在医院里啊 就在医院里 说堵了 你完全没办法 这医生说 这个开不开刀啊 血压等这个血压上来 血压上不来 不能开刀 但最后发现是大面积 拴散 你知道我现在发现 你知道什么叫血拴的 这个文道 你抽烟呢 真的是要小心 什么叫血拴呢 这个像渣子一样 小的像渣子一样的东西 大的可能就块状 而且这个东西 我就说来无影去无踪啊 就是说 其实是个命 我认为 你怎么知道 就是他运行运行 运行到你最细的 那个血管的时候 啪堵住了 比如说如果堵在大腿 你这条腿就瘫了 如果堵在脑细管 你啪 脑梗塞色 脑梗你就中风 对吗 而且最更危险的是二次 这次金正日 听说他2008年 已经有一次 二次一般呢 就更危险 所以呢 这个全国人民 都要当心这个问题 枪枪三元 神秘感一下子消失了 广告 都是人嘛 都是人嘛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个徐老师 也是有点这个 什么心肠病人的 说到这个心肠病人 咱一下子觉得金正日同志 真是同志 并有 并有 你再想这个国家 国家事情这么大 全世界这么紧张 或者是大家这么悲痛 等等的 你一下子觉得都是人 你不能跟人家比 人家这个金正日同志 是在这个专列 过度劳累 你知道他们就讲 我们每个人都过度劳累 你没他劳累 你还真没他劳累 那当然 我看香港报纸讲 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 我就假想猜测 一个父亲的这个心情 其实说他2008 或者2009年中风之后 这就开始要安排 安排后世 要安排 但安排自己的孩子 才27、8岁 你想 27、8岁 那么他通过 有比较大的孩子的 但是他通过一种什么 就是金正南 金正南是这个有名的 用这个 其实但是金正南 是个好父亲至少 他为了让他儿子 去日本的迪斯尼玩 对 用假护照 潜进日本 被日本海关发现 吓死他们了 所以最后闹了 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为了去迪斯尼 对 用假护照 是为了让他小孩 去迪斯尼 然后当时日本 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这个父亲 很有人性 他有人性 其实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能够坐得稳 接得稳这个江山 他采取的办法 就是巡视江山 为什么你看近几年 他身体不好 瘦的有时候都脱了形 但是你每次看到他 都在专列上 频繁的视察 到各个地方 军队场况 什么 频繁视察 有一种分析 就是这种 这也是特殊的一种 培养儿子威信 你看往往儿子在身边 交代 但是问题 首先在于 他不一定要给他儿子 对不对 问题就在这 而结果 现在他给了他儿子 他儿子这么年轻 又刚刚踏入政坛 甚至连他正式的名字 都是去年大家才知道 所以现在朝鲜呢 有个很 挺麻烦的问题 就这个政局上面 因为他这个制度 不是很明确 到底他稳不稳定 很多人都担心这一点 那么 其实所以你看啊 很少有一个国家 是领袖去世之后 是周边国家 要提高警戒状态 提高警戒水平 然后而且他们 也的确很怪 因为他们马上 发了一颗导弹 试射了一个导弹 真的 对啊 据说是没关系 他后来几次说是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 大家太容易联想了 对对 然后呢 所以包括 其实中国也很紧张 这事 因为你这个政权 如果他真的 万一有点不稳定的 情况的时候 那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当然 但这个我联想到 另外一个 最近去世的一个政坛领袖 一个名人 就哈维尔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因为正好 就是一天之差 然后呢 对 是应该是 不到24小时 是哈维尔先死 然后是金正日 然后哈维尔 这正好是昨晚呢 我看到呢 布拉格 满街的人 就在出来烛光晚会 在悼念他们的那个伟大的 这是范儿 不同的 两个两个 太不同了 但是上天是公平的 上帝接见他们 是一起接见的 因为来的是不常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